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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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恰恰又来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成语 什么是成语呢 成语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成语其实有分好的 跟坏的 所以你不能够把好的成语 用在坏的句子里面 然后你也不能把坏的成语 用在好的句子里面 这样就会变得很奇怪 我们来听老师讲成语 成语这个单元 或者是成语这样子的考题 在各大类型的考试里面 不管你考什么东西 它一定会出现 它每一次出现在 每一份考题里面 其实都不会只有一题 大概都会到2到3题左右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厉害的 类型的题目 那不管你考哪一种考试呢 它大概会出现的类型呢 有以下这3种 第一种呢是加上引号的成语 就是在这个题目里面 在它的4个选项里面 它已经把它要考你的那个成语呢 加上了引号 问你说这个引号里面的成语 这样用对不对 好这是一种 那再来呢是第二种 第二种呢就是不加引号的成语 就是呢在它的这个4个选项里面呢 每一句话呢每一个选项都是一句话 完全没有引号 你猜猜看老师到底想考什么 好再来第三种就是填空题 好就是在它的题目里面 它会挖4个格子给你 然后问你说 底下的选项里面哪一个选项可以填在这个空格里面 那这3种题目的类型呢 其实大概都有不太一样的应对技巧跟方法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就直接从它的题目来看成语的应用 好那像36期的这一题呢 它把要考你的成语都放在引号里面了 所以呢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题目 比较容易的做法 好第一个A的选项说 郭公下午 这个成语乍看之下好像不常见对不对 但是其实它在我们的台湾通史序的课文里面是出现过的 好所以A的选项说 郭公下午的情况指的是书籍上呢有一些文字脱漏不完整的情况 好所以它的造句说啊应该要多方查考力求正确是对的 接下来B的选项呢 说引书焉说 这个同样是在我们的台湾通史序的课文里面也出现过的 引书焉说的说法呢 是指道听途说的 曲解别人的意思 所以跟我们B的选项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好再来是C 管窥离测A 还在台湾通史序 他这一期三十六期台湾通史序的出题率真的是超高 好他说建宏呢爱好自然科学做起实验来管窥离测 这句话的意思还记得吗 他是说已管窥天已离测海指的是你的所见所闻被局限住了 被框住了太狭小了不够全面 所以跟我们的C也没有关系 好再来是最后一个租的选项 破釜沉舟 终于不出自于任何课文 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语 所以也是你应该要会的 先人秉持着破釜沉舟的精神 为后世子孙开疲 开疆辟 破釜沉舟是那种好像决定牺牲了 永不回头的精神 可是只是开辟疆土啊对不对 就是不要死嘛 好好地活着开辟好吗 所以这题的正确选项 我们要选的是A 36期还有一题成语哦 这一题的成语啊 就比刚刚那一题再稍难一点点 因为他这一次啊给你的是生活简朴的选项 他直接给你答案了哦 然后问你说我底下有八个成语 来哪一些事 这个真的困难 为什么困难 因为你真的必须要了解 这八个成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在这一题里面 必须完全的知道 每一个成语它的意思是什么 好那我们先看A的选项咯 无下住处是说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令人误解的成语哦 那无下住处我们会想没有地方可以下筷子 是不是因为桌上都没有菜 生活太简朴了 错 是说你菜太多你知道挑来挑去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什么都好 到底要吃什么才好 我没有可以最后决定下筷子的地方 因为你的生活真的太奢侈浪费了 那中明鼎时呢 这个中跟鼎都指的是大的锅子 就古时候那种大的锅子 那这怎么会简朴 这一定不会简朴的 好再来B的选项 终于有一个简单的选项了 好为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选项呢 因为山摇野素 这是出自于醉翁亭记的取水流伤 这个是出自于蓝亭集序的山摇野素 这个是生活简朴 那取水流伤这个指的是一种喝酒的一种游戏 好所以这个跟生活简朴没有关系 好B也不能选好 C的选项说单时飘饮好 这个在我们的高中课程里面没有上过 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有学过这样的一句论语 单时飘饮吃一点点的东西 喝一点点的水 好所以这个当然是生活简朴了 食不兼味 这个兼味就是呢 没有很多很多种的口味 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的餐桌上 没有很多种很多种的口味 那当然是生活简朴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 好桌的选项三巡九十 三巡就是三个时间点 然后呢九十吃很多餐 白坏一点的说法呢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多餐 有没有少量我们不确定 但是至少是多餐嘛 好那多餐的人怎么会生活简朴 好那第二句这句话呢 跟我们A选项的无下住处一样 他其实是一个骗人的成语 食前方丈 我们偏偏来想 方丈是和尚对不对 那和尚是不是生活简朴 是嘛对不对 不是 因为方丈在这里不是当做和尚来解释 它是当做距离跟面积来解释 也就是说你面前的饭菜 有方丈那么的多那么的宽 所以是一个生活非常奢侈的人 那至于做到这一题说老师我只会逼 其他都不会怎么办 我只能确定逼是错的 其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说 有的时候考试需要靠一点运气 你一定要求一下你的宗教里面的 那个最高领导者 因为像这一题呢 如果你没有念过 那几乎是完全只能猜 就是凭运气的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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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